快樂打球啦 一直都很快樂 這就是我欣賞你的地方 當然這三連戰對球員的體能是非常大的考驗 也是對票房非常大的考驗 我們希望球員可以打出最好的一面 不管是在體能的調節上 或者是我們前一周打的比較不好的進攻 能夠在這一階去做的一些改善 就一樣啊 平常行業對戰兩次了 然後希望明天在主場你們可以贏下比賽的 你覺得駿翔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他就是一直都不錯 然後我覺得就是缺少就是更好的就是穩定性 然後還有帶領整個團隊的就是感覺 我覺得再多於就是在場上的統治力跟霸氣 然後可以讓他可以有不一樣的階段 壓力還蠻大的 壓力還蠻大的 畢竟現在球隊有一些傷兵 有一些傷兵然後 狀況主要是傷兵跟感冒生病這樣子 這個禮拜對球隊來講 對球員來講是有點辛苦 對 很多感冒的 然後一些傷兵的 一些小傷大傷都有 對 然後我們又是這禮拜又三場 有點辛苦 對他們來說 開箱啊 對我們來說準備開箱 因為他明天就會上場 希望他能夠跟球隊有很好的一個化學反應 能夠幫助我們贏球 然後最重要是他也非常願意去分享球 希望我們球員能夠接到他的球 能夠把球投進來的框 然後提高我們自己的運動 對我們來這個 來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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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傳球不錯 現在最好的功能就是傳球